创世纪第十四章 当安拉菲做士拿王 雅略做以拉萨王 基大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 他们新兵攻打索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萨 亚玛王士纳 西匾王善以别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服侍了基大老马 已经有十二年 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 第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了 在亚特律加宁 击败了利伐因人 在哈迈击败了苏西人 在沙维基列亭 击败了以米人 在和利人的西尔申 击败了和利人 一直追击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然后转到安密巴 就是加迪斯 攻占了亚玛利人全部的领土 也击败了 也击败了住在哈喜迅他玛的亚摩利人 于是 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亚玛王 喜扁王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都出来 在西定谷列阵 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 鸡大老马 戈印王 提达 士拿王 暗拉非 以拉萨王 雅略交战 就是四王 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 有许多七坑 索多玛王 和俄摩拉王 逃跑的时候 都掉在坑里 其余的人 都向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 和俄摩拉 所有的财物 以及一切粮食 都拿走 连亚伯兰的侄儿 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 也带走了 当时 罗德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跑来告诉 西伯来人 亚伯兰 那时 亚伯兰住在 亚摩利人 曼利的橡树那里 曼利和乙什戈 以及亚乃 都是兄弟 他们都是 亚伯兰的盟友 亚伯兰一听见 侄儿被人掳去 就抽掉他家里 生养的精炼壮兵 三百一十八人 一直追到弹 亚伯兰和他的仆人 漏夜分队攻击他们 结果击败了他们 又追赶他们 直到大马士革北面的河靶 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 也把他的侄儿 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以及妇女和族人 都夺了回来 亚伯兰击败了基大老马 和与他联盟的王 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维谷迎接他 沙维谷就是帝王谷 撒冷王 麦基喜德 也带着饼和酒出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给亚伯兰祝福说 愿创造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赐福给亚伯兰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 至高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一切 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了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请你把人交给我 至于财物 你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创造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耶和华举手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条鞋带 我也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发了财 我什么都不要 除了仆人吃掉的以外 但与我同行的亚乃 以食各 慢力 所应得的份 让他们拿去吧 我只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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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拿去